心理急救五步谷有五个步骤 或运动 管理情绪的方法 心理急救五步谷 当我们出现一些负面的情绪的时候 例如出现了愤怒、很生气、焦虑、哀怨、很不开心的情绪的时候 或者利用以下五个步骤 就可以帮你即时舒缓到负面情绪 现在我们先讲步骤一 与刺激源分隔 什么叫刺激源? 可能有个朋友经常激怒你 跟这个人分开 或者某些声音令你很不开心 跟那种声音分开 就是跟刺激源分开了 也就是说 我们要离开 引发情绪的 环境 或者事物 也就是说 可以将有关的事物移走 离开我们的视线 可以减低了我们的负面情绪 心理急救五步谷的第二步 心呼吸 这个心呼吸来说是需要有意识的 就是清楚知道自己在深呼吸中 也就是要控制的 这个呼吸需要是缓慢的 和一个深层的呼吸 就是用力吸入肺里面 吸呼 这样就可以调节到自己的呼吸 血压 和心跳 这些生理反应 因为当我们很紧张 很不开心的时候 呼吸很急速 血压就会上升 心跳得很快 所以我们要有意识 缓慢 的深层呼吸 才能够平静 我们的不开心 或者负面的情绪 我们现在学习 有意识 缓慢的深层呼吸 步骤 第一 要找一个舒适的环境 做法可以 如果在家里的话 就可以饿床 睡在床那里 如果在学校的话 就可以坐在一个有靠背的椅上 这个地方的环境来说 最好是比较安静的 如果你坐的时候 最好用一座靠背的椅子 让你身体有些衣服 令到身体可以放松 好 步骤二 坐定 坐定之后 我们就深呼吸一口气 吸进去 吸 然后呢 就停顿 停一停 3 至5秒 步骤四 就是重复 吸气 呼吸的步骤十次 步骤三 肌肉松弛 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就是要 運用你的想象力 进行这个练习的 有什么好处呢 可以提高你身体的敏感度 可以做到 可以做到 可以调节到 这个血液循环 也可以调节到你的体温 也就是说 当你很不开心的时候 血流得很快 人会很热的 那时候 令到它 可以调节到的 第三 这种想象也都可以令到你的肌肉松弛 就不会拿着拳头那么紧张的 你身体放松 最后 就是达致到 一个心灵上的松弛 方法一 第一件事 找一个很舒服的地方 坐下 或者躺下都可以的 然后 又闭上相限 慢慢地和自己说 我现在身处是一个 安全 又宁静的地方 我很平静 我很放松 一种想象的时候 令到自己 慢慢地可以提升你的敏感度 然后 再想象和感受一下 自己的右手 右手 是重的 亦都很乱和的 重复这个动作 四次五次 去感受一下 右手 是重的 是乱和的 然后 同样地 同样地 同自己说 我的左手 感受自己 和思想自己的左手 很重的 很乱和的 然后 右脚 左脚 重复这个想法 和感受 自然 身体 便感受到 身体不同的部位 从而离开了一些 負面的想法 好 步骤三 就是想象和感受 自己的腹部 今次你的腹部 觉得很温暖 和自己说 重复的动作 四到五次 我的腹部很暖 我的腹部很暖 然后将你一种温暖的感觉 从腹部的中间 再散开你 即是每一次 这个腹部的温度 慢慢地散开 继续去感受你 腹部的舒服 和温暖 步骤四 尝试一下 让心 去感受到 这个平静 和松弛 再感受一下自己的呼吸 是很平静 和放松的 这样去自然地呼吸 也就是说 你的心 和呼吸 都很平静 和很放松的 重复这个步骤 四至五次 好了 到步骤五 今次我们会想象 和感受自己的前压 现在这个位置 是很凉的 因为你不开心的时候 身体觉得很发热 会凉 感受它 前压很凉 很凉 重复你的动作 四至五次 然后想象和感受自己的面部 只得手碰到臉 臉的肌肉是松弛的 当你生气的时候 前压会热的 皮肤就会很细 所以觉得它是凉 前压是凉的 臉是松弛的 自然来说 就能放松你的身心 第六 最后一个 最后就是 回复一个平静 和松弛的感觉 可以坐起床 慢慢地由五 一路到数 四 三 二 一 去舒展你的手脚 然后就站起床 结束的时候 你可以保持这种舒服的感觉 现在你是不是很舒服呢 接着来 就是心理急救的步骤四 就是自我激励 这就是对自己说一些激励的说话 我一定可以的 我会做得到的 别人说我不怕的 我自己会尽力做好自己的本分的 类似的激励说话 去调节 个人对事物的看法 提升你的动机 最后一个 步骤五 娱乐 或者运动 原来当你做娱乐和运动的时候 就会有一种很开心的东西 一样东西就叫做 安多芬 就是当你做运动的时候 就会令到自己觉得是快乐的 所以身体分配出这种快乐 荷尔蒙 安多芬 就可以放松你的肌肉 和舒缓到你的情绪 同学记得这个心理急救的五部曲 管 谢谢大家